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今天我就来跟大家说说 养护虎皮兰浇上一种水 生长更旺盛 一次冒出十个芽 柳树枝的生根原则 尤其是植物中的柳树枝 里面还有大量的柳酸 所以是最好的天然生长素 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帮助虎皮兰的生长 柳树枝的浇灌 对于虎皮兰的生长是有极有好 用最自然的方式去进行培育 而且还会有最好的效果 柳树枝的使用方法并不是说 要把柳树枝就插到虎皮兰里就完事了 要先选取几根柳树的枝条 然后进行清洗浸泡 浸泡三天以后 就可以将浸泡柳树条的水 浇到虎皮兰的土里 然后一般一个月浇两次左右 就可以看到明显的效果 虎皮兰是非常喜欢通风的 对于植物的生长是很有帮助的 本身高度的气温是不能够暴晒的 可以通过阳光的照射 因为本身阳光的照射 对于吸收有毒有害的物质 是很有帮助的 而且虎皮兰是一种浇水 宁干无事的植物 要保持花盆中土壤的湿润 如果浇太多的水 会导致虎皮兰根部的溃烂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 记得点赞收藏 我们下期再见